路线吧 今天现在正下着小雨了 还是挂着风 然后的话 七往八去修了五个机子 然后的话 前四个都挺顺利 基本上都是小毛病 找着毛病 然后就都解决了 到第五个 哎呦哎 开不开 开开机以后 键盘灯有图像 但是 它这个显示器没图像 而且显示器的事 倒显示器也不沾 显卡 呃 主板 倒了个遍 反正主板应该是没事 接都 接集成显卡 呃 显示器都亮了 然后这个时候 呃 由于我是借别人的车子 借别人电动车 借同事的电动车 然后 这时候整改了下班了 快 同事给我打电话 你回来没 就催我 让我赶快回去 他要骑自车车下班了 结果 呃 我说马上就好了 这是 呃 呃 马上就好了 就这一台了 一着急 就乱套了 整了一圈也没蒸好 啊 风扇也坏个球了 哎呀 哎呀 这个最后 最后主机不过电了 那开关风扇也不转 也不过电了 哎呀 着急再把主机先扔这儿了 明天再修吧 然后我 呃 我正准备下楼 正准备 呃 骑车子来 同事给我打电话 他孩子下班 呃 下学晚 已经接他回家了 让我们把车子骑到他下 看这事儿整了 呃 一看已经快六点半了 六点二十了已经 耽误了二十分钟差不多 确实不好意思 这光借别人车子 呃 耽误自己 自己那个不好吧 也耽误别人 这事儿整了 因为由于我有一个毛病 就是呃 就是容易睡着 汽车子有时候容易睡着 所以说 一直没有弄这个电动车 因为之前 因为这个毛病 汽电动车出过好几回事 所以说现在都是坐公交 哎呀 郁闷死了 实在不行 到时候就攒个钱 买个电动车 啥 光借别人 也不是这回事 时间长了 也怪不好意思的 哎呦 要不说这个 现在 越心越乱 越着急越乱 哎 明天再说吧 明天再说吧 今天就到这吧 我已经下班了 啥事也干不了了 再见 就这样吗 我已经下班了 有人要打开 我以前已经下班了 我真的过去了 谢谢大家